大家好 我是Snow Paul 今天來介紹一個玩具 叫做手捲電子鼓 長這個這樣子 這一個就是它的主機 還有一些調整音量啊 一些雜雞雜巴的功能 重點是它的內建喇叭 聲音還蠻大蠻吵的 打擊電分成九個區塊 銅拔、大鼓、小鼓跟TOM-TOM 還有附一雙很短的鼓棒 附兩個踏板 兩個踏板長這樣 這個是hi-hat的踏板 是塑膠製的 看起來蠻簡陋的 這個是大鼓踏板 一樣 非常的簡陋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套電子鼓的聲音 首先我們來聽聽看 從這個內建的喇叭 把聲音放出來的結果 我現在已經把聲音調到最小了 還是蠻吵的 這個是小鼓 TOM-TOM FLOOR TOM 可以用腳去踩那個大鼓踏板 這個是hi-hat 開一把的hi-hat 踩踏板也會有聲音 踩住之後的hi-hat 放開 這個是crash 另外一個crash 這個是 接下來是ride 現在來介紹這個主機有哪些功能 畫面上方我用手指指的這兩個是音量 這是最小聲 再大聲一點 第三個音量 第四個音量 第五個 第六個 非常的難 沒有什麼實用的功能 從左邊算起來第三個 這個是style 鼓組的音色 第一個音色 比較好 接下來我想要把聲音接到錄音器台裡面好了 因為這個喇叭的聲音我有一點無法接受了 好 現在感覺好一點了 不過現在聽到這個影片裡的聲音 其實有包含 本放這個電子鼓底下的這個金杯 這個鼓的共鳴聲 所以如果純粹聽這個電子的話 聲音並不大 我現在把音量關掉 然後用手拿著這個電子鼓 敲給各位聽聽看 聲音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深夜打是不至於會吵到鄰居 如果放在鼓上面 會多一點共鳴聲 有一個demo 這邊有一個 開始跟停止的鍵可以把剛剛那個節奏停掉 這個demo其實就是一些節奏的示範型態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啦 聽聽看其他的節奏 然後這些節奏都可以透過最右邊這兩個 調整速度的鈕來加快速度或變慢速度 通常你家小孩子拿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會想把他速度加到最快 十個小孩有九個都會這樣做吧 現在是減慢 變快的話 就這樣子這個很蠢的功能 通常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再來這個是我覺得很有用的 這個是錄音 它可以把你演奏的內容錄起來 我隨便打一點東西好了 然後按一個play 蠻有趣的 可以來試試看錄音的功能來做什麼事情 好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概就这样了 但是有点可惜的是 这个录音的功能没有loop loop就是不断的反复播放 不然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玩 还有一个功能是rhy 应该是rhythm的意思 其实就一些示范的音乐 可以跟着打一些东西 别的示范曲目 调速的功能在这边也有用 我把它调慢一点好了 满难听的 就这样子了 现在来做踏板的测试 我现在来踩这个踏板 其实踏板本身的噪音蛮明显的 我把外部的麦克风关掉 声音还蛮干净的 但如果现场的杂音加进去 那个声音蛮干扰人的 另外是它的反应其实还不错 但是由于这个踏板的结构的问题 所以它不太能够踩很快速的连踩 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反应 像是这样 如果我想要打一些节奏 像这样 听起来节奏会笨笨的 但如果慢慢打 打一些很简单的基本节奏 是可以啦 把外部的这个声音 mue调的话 作为录音的话 收进去的声音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来做一些灵敏度的测试 像现在有点太轻了 DDo的时候就是双几 如果很轻的弹跳 它感应的不是很好 如果要连续的双击 可能两个点都要用力一点 对于Fram的感应的话 这两个点 装饰音要分得开一点 如果两个点连得很近的话 可以耶 再来试试看Row 完全没声音 接下来我要来做MIDI的测试 就是它可以直接接到你的电脑 就像是一个MIDI的讯号触发器 我现在把这个手卷电子鼓 接上电脑了 听听看 声音还蛮好听的耶 Hi-Hat的这个踩踏 开盒是可以作用的 看起来蛮实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 会需要创作 需要把一些鼓点 点到你的电脑档案里面的鼓手 我觉得利用这样子的手卷电子鼓 作为敲击鼓点的界面 还蛮方便的 虽然它没有力度的感应 它不能够做很复杂的编辑 但是做一点简单的这种编曲工作 是可以胜任的 试试看 现在我们就用电脑里面的音源 以及这个手卷电子鼓 来做一些演奏的测试 传统的鼓手如果在演奏这种手卷电子鼓的时候 会有一点困扰 我发现在打的时候 需要用左手来打hihat 会比大家惯用的 右手打hihat 来的比较顺畅一点 如果大鼓踏板踩下去的话 踩住不放的话 手上的这个大鼓的电子就没有反应了 放开的话才会有声音 最后我来做个总结 手卷电子鼓是一个好玩的玩具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来 当成真正的鼓来练习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 可以浇灭你对打鼓的热情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小孩学鼓 这也许可以让他一分钟就把他的热度给熄灭了 但如果你已经会打鼓了 作为乐器的话 它的表现力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堪用 你想要做一些好玩的演出 非常的简易的 非常简单的声音 需要它的这种很粗糙的特色的话 以及是可以考虑来玩一玩的 最实际可用的是 外出旅行的时候 接上你的电脑或平板 当成MIDI controller来用是 可以的 是堪用的 但是它也没有太强的功能 另外就是它没有办法 调整balance 就是不管你 花多轻的力量去打 或多大的力量去打 它听起来就是那么大声 所以这个电子鼓的声音的balance 音量的balance 没有办法控制 不过也是好处啦 如果你的balance很烂 人家就听不出来了 那都是鼓的问题 今天就玩到这边 在这边 不同的音量 我们可以转一个 放在那里 但我们可以转一个 对 这边 受不控制 不来 怎么 这么一样 night 好